《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今天天氣的變化挺大 初時又熱又曬 但到下午下了一場趙雨 涼了一點 看看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廣東地區 整體上天氣都不錯 雲量比較少 但望遠一點 我們看到一個螺旋狀的雲團 影響著台灣附近地區 其實這就是颱風麥德姆 麥德姆現時距離香港也比較遠 不過它的下沉氣流 只影響著香港附近的地區 再加上麥德姆的環流 亦為河岸地區帶來大陸的氣流 所以今天天氣非常熱 到下午的時候 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上升到33至35度左右 這麼熱的天氣觸發了一些對流活動 我們看看雷達圖像 看到廣東河岸 去到下午的時候 各部地區都出現了一些雷暴的發展 有些仍是略過香港 香港下午帶來一場大罩雨 天文台總一度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不過這些罩雨來得快去得快 去到下午五點左右 基本上已經是減弱了 整體來說 它的雨量比較大的就是港島 雨量也超過50毫米 近日的天氣下長雨也不錯 下完雨之後各區也涼了一些 氣溫就跌到26至27度左右 不過我們預計浩熱天氣明天會繼續影響著香港 原因是我們預計颱風默德武 接下來會向西北方向移動 大日子就是移向台灣 以至福建一大地區 本港今晚和明天會繼續受著它的下沉氣流影響 所以酷液天氣會持續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趙雨 氣溫是介乎27至33度 天氣是浩熱的 風勢就是吹和緩的偏西風 另外提醒大家 浩熱天氣警告現在仍然是生效 各位要注意 至於指望方面 我們預計隨著麥德武移向福建一帶 影響廣東沿岸地區的大陸氣流 在接近周末的時候 就會慢慢轉為一些由海洋而來的偏南風 會為本港帶來多些趙雨 所以指望 本周後期本港的天氣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趙雨 各位要留意 今天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拜拜